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今天从晚上一直到今天 早上有一个非常震撼性的新闻 就是现任的立法院长苏嘉全 他辞去立法院长的职务 那干什么呢 想要争党魁 那很显然 这个消息如果成真的话 就代表蔡英文他要巩固领导中心 那党权绝对不会交给外人 所以苏嘉全呢 自从跟他搭档正副总统以来 一直被蔡英文总统推上立法院院长的宝座 这回在关键时刻 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你怎么可以想象得到 立法院院长上台才两年多 那现在他甘于辞去立法院长职务 那一定有所安排 那另外也传出 这个陈唐山前外交部长 他也想要角逐党魁 那立法院院长的职缺 可能又会第二轮沦为 陈明文跟这个柯建民的大战 那另外还有一个 也是令人震撼性的新闻 就是农委会主委林冲贤 他说吴英宁 他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 这看来吴英宁去职 似乎成为定局 而且所有不利选战的因素 这回可能会松动 包括今天台大自主联盟 都打折水棍上 呼吁蔡政府应该正式民意 聘任管中敏担任校长 那之前选后第一天 民进党新当选的台南市市长 黄伟哲 当我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也认为把管案应该要赶快终止了 另外还有很多政策或预算 原先在这个县市 如果是民进党执政 他们连任失败以后 现在油管的政策 可能都有松动的疑虑 譬如说这个邱敬纯新竹县县长 他就指一说选后中央突然撤销了 新竹县原本6亿元的浪漫台三线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与预算 他十分愤怒 那相关的我也看到诸师马基 那最震撼的一个讯息 而且急转弯的 就是跟随公投这一次的结果 那我们之前一再质疑说 2025非核家园做得到吗 在期限链做得到吗 那果然赖清德昨天他宣示 为了尊重公投结果 非核家园不再设定 2025年的期限 那我们都看到 这是一个选后非常重大的几个新闻 那今天我们有请当事人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前环保署副署长张顺贵 阿贵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Pub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谢谢阿贵您在选后 这个非常快速的时间 就来回应我们的听众 可能有相关的问题 包括我本人在内 阿贵 现在我刚刚前面的 这些新闻讯息的揭露 就是说 他是不是代表一个 可能过去执政当局 只要做的一些政策 他们现在有一些改弦跟章 是因为选票已经 有新的一个名义展现了 那这个问题我作为开场 那我想要问您的问题是不是 您当时表面上确实是因为 官塘三届案 而你请辞你的副署长职务 离开这个政府 但是除了官塘案之外 您还看到可能在您 专业领域范围内 您早先就看到的问题 而隐忍许久 阿贵 当然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当一个政务官 他本来要考量的面向会比较多 要多听不同的声音 所以有一些只要是在没有 违背自己核心价值的底线 我觉得本来就是有不同的折冲 但是如果逾越到底线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改变现况 那当然是只好挂关球去 所以我想最关键的因素 还是说当初深澳电厂通过 那当然就说去掉那个环评的脉络 是我投下让它通过 但是因为刚刚提到 之前其实上国经委也提到 案件都是经济部转送进来的 那环保署是被动的审查 那被动审查 你一定要做决定 不然就会被人家讲没有效率 那当然后来大家 大家认为说是我投的 那加上我的身份 环保 长期参与环保这种 社运分子这样的身份 去投下这一票 大家外界对我非常多的苛者 那这我也虚心接受 但是 这是单纯就环评专业上去看 是这样子 但是从政治面来讲 比如说我们很内 其实在执政团队内部 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说 那这个案子 迟少会引爆出 那个就是说很大的风暴 而且它的后续效应 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的能源政策 所以其实在执政团队里面 四五月开始 就一直有人说 这一部分应该要从 上位的政策面去踩煞车 环评办环差 他即便要投票说不通过 他也还会回到原来的 那个十二年前通过的环评 对 那所以一定要从政策上去处理 但是当然就是简单的讲 因为格奎他一直有他的那个 而且过去把话讲满了 所以就一直一直卡一直卡 卡到已经选举迫在眉睫了 然后才在用另外一个 所谓的用三阶换身奥的方式来处理 那这样子的处理 其实反而是对整个民进党的 对整个执政团队会更伤 对于这种当初 蔡总统跟民间大家一起共同认同的 这个能源转型政策呢 也会更加更伤 那就会很快就被这次的那个 核四公投的第十六 就拿去讲说 为了要能源转型 为了要非核 一下子要牺牲什么 早就要牺牲生他什么 就被这样子的打 那我觉得在这样打的过程中 更让人家失望的是说 我们没有完全没有看到 整个执政团队呢 派出一个阵容 或者针对这十个公投 去勇于去做 当初核心价值的那个论辩 其实我想这个话大概就回应 昨天那个段一康委员 在立法院拍桌子的那段话一样 我们就没有看到一个 执政团队为自己的政策去辩护 几乎都是放任 甚至像刚刚段一康委员提到的 同婚的议题 几乎政府没有派任何代表去参加 那公投那个第十六案这个这个所谓的 应该是说勇和真美的那个公投呢 也都是民间的在辩驳 那政府的角色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看不到 那当然就很失望 那我觉得当初我会离止 其实在那个执政部写很清楚 其实我不是因为我反对深奥案 三阶案 不是因为我反对那个 观塘那个第三天然气接受案 那个案子其实这样一改改 改到这样子 其实在至少在我看来 其实他对环境跟那个 能源转型 大概也有一定的坚固的 可是你那个操作的程序 是这样子的那个 让人家经不起检验 就是说他那么的粗暴 我没有办法接受啊 我近来是为了要捍卫环平的公信 要帮忙把环平字秀得更好 但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那后来其实就说 当初那样子的决策的模式 其实就已经让我们能源转型的议题 遭受到很大的伤害 那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接下来要面对公投的 这些议题的时候 我真的也没有看到 过去我一起的这种执政团队 有很认真的去看中 这些议题好好的去论辩 这真的是让人家比较伤心的地方 那当然现在他们的 现在我们看到行政院的说法 当然是说要呼吟民意 可是 如果 就说即便这个民意上 现在看起来是说 支持那个反同 支持这个应该 还是要继续的 那个永和 但是政府 当初如果你继续要不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第一个呢 永和的结果就是说 那我们接下来的核废料放在哪里 核一 核二 核三场都满了嘛 那核三场现在说要 研议好 那我看到 屏东县 新上任的 新选任的县长 跟我们新北市的那个 那个侯市长 他们都说 我们不会同意 因为核废料没有地方放啊 那 是不是接下来 那个 这个所谓的永和的这个 这个公投呢 是不是 那个我们要请黄世修先生呢 你再提个公投就说 当初赞成这个 永和的那个投票 赞成最多的县市呢 以后的核废料 就放在他们的县市 他要不要再提一个这样子 因为他要提核四 核四重建 那个重建嘛 那重建的同时 是不是你就要再加 加第二个那个公投案 就是说 那支持最永和的 以后核废料就放在 放在他那个县市 不然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这不能丢给 不可能丢给下一代啊 那 但是当然 我觉得 我回过头 我们觉得还是要 至少作为 曾经是一个执政团队的议员 我这里还是要 语众欣赏的讲 如果大家当初认为 这是一个进步的价值 那过去 在就说 公投之前 大家没有好好的 去论述捍卫 好 那现在是牧与成舟 可是不要忘记了 以 那个反同这种 婚姻评约 虽然说 觉得大部分 可能有将近六成 七成 是现在还是反同 可是也有三成 是支持的 那这三成 他的 属性的结构 是不是属于 比较年轻的族群 那我们要 怎么样去 安抚他 或者带着他们 慢慢的再去跟 比较 另外的六成五 七成的这些 慢慢再跟他们 对话 沟通 说服 难道 你要就把这些 可能比较年轻的 这三成 就完全放弃吗 还是像现在 有人已经不负责任了 把办选责任推给他吗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这样子 那 能源议题 我相信也类似 那个 投反对票的人 第十六万 投反对票的人 那个票数也很多 我记得印象中 大概也有 没有进行 大概也有四百多万 那 这些人可能当初是支持你 但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辩护 可能他 画在地方 这九合一的选举的 那个里面呢 他可能就 因为对民党失望 而没有投出来 那 你到底要把它争取回来呢 对 还是 那一些本来 可能不是你的票 那你现在说 要听他们的名义 所以你就把 这个非恶家人就拿掉 拿掉那些人会投你的票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号 那如果是进步的价值 要做一个进步的政党 你适合说 为了让自己的政权维系 而去丢弃了进步的价值吗 你丢弃进步价值之后 你的政党 真的还可以继续执政吗 是 阿贵一口气讲了 大概都涵盖他的心声 其实阿贵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现在的执政党 沦为一个父子齐驴的状况 那父子齐驴 其实我这四个字 用在现在 还算是有一点味道 但是在之前 那个状况 可能不是这么单纯 这四个字可以涵盖 我一个个来问 阿贵 在那个您最受伤的一次 就是赖金德 他执意 要发展干净的煤 他也一定要 扩建或者重建这个深奥 那一堆人反 我们节目做了N级了 为什么反 理由很简单 大家为了健康 大家怕空污 甚至你还要去烧煤 那也违反 你们 2025非和家园 燃煤这个降比的 这个方向 所以那一次 您受伤 您看到他们在选前 突然之间大转弯 您的心情当时又如何 其实我分两点来看 其实深奥电厂 在这个当初 我们蔡政府的 这个能源转型政策里面 它其实是从现在的 去年大概是46点多 其实今年可能会降到43 这个能 那个燃煤发电的占比的部分 降到2025的30%里面 其实那个深奥电厂 它还是属于其中 转型路径的其中一个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因为你把旧的 比如说现在 高雄新达佛利 有些比较旧的机组 台中火力化电厂 有比较旧的燃煤机组 你把它太翻掉 用新的 其实它 即便发电厂不变 它的空一定会减量很多 所以它本来其实是在 能源转型的路径上 只是当初 把这个深奥电厂的环差 端出来的时候 经济部跟行政院 没有好好的去想清楚说 那这个 你还断出来的时候 你的后面铺层的论述到底要什么 外界的反弹可能会是什么 有没有好好的去因应 那 到了环保署的环民框架上 能够政治操作的很有限 因为它必须要从环民专业去考量 那但通过之后引起虽然大波 外界都指责我 外界说 我敢于承受啊 但是从政治上要去拆这个隐性炸弹 如果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过了 其实你在四五月间就应该要去拆的 但是不是嘛 就是有人一意孤行 一直要弄到 不可受到选举 谁一意孤行 而且你们都有建议了 其实那个在 你有建议吧 强力建议 我们有一群人一直不断的提醒 市警说这个会有一些 会有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我刚刚在前一段谈话已经讲了 一意孤行的人是谁了 那 对就是打成这样子 那最后 最后要让他下车 就是反而是用官堂换申奥 我觉得这是一个 让人家也是觉得说 这个操作手法真的是非常的酌念 而且甚至本来只是影响到 苏贞昌的选情 那因为深奥的迟迟不处理 当然或许也可以讲 我事后诸葛啦 间接会影响到两个人 第一个 当然就是林家隆 受害最深的 因为中火被他卡在一起 第二个 其实因为被换身了 绑上三级的时候 也让郑文燦 就是说一直在被绑在那边 其实也是站得很辛苦 只是还好他过去的那个 底子够厚 底子够厚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选后你看 他也是出来很清楚的 直接就讲说 府 院 党 都应该要 自己的大改组 我相信这里面 他没有怨言 本来他可以选得更加轻松 但是一个深奥换三接 也让他相对的皮 就要绑得更紧一点 我觉得这部分要好好思考 那对我来讲 就说好 我离开 那被万箭穿心都没有关系 但至少最终的结果 深奥确实是彻底的被停了 连不止后来的环差分析 十二年前的环品 都已经正式的都被废止了 那如果说最后 因为我这样子投引起的 大家真的这个案子要责难我 我没有问题 都说我都坦然接受 你已经承受了 对而且至少 就说在民意的压力之下 深奥电厂确实都 还是就说停的最彻底 但是只能讲说 找日子如此 何必当初呢 可以找一找做啊 你那天你发现 突然赖清德 他在立法院丢出 非但要停深奥 而且要用官堂这个案子 他说法是用官堂去换深奥 你那天日子怎么过的 我只能说摇头叹息 为什么不能做漂亮一点 就直接把深奥停掉就好 那你用那个深 那个官堂三级来换深奥 就是会让 当初大家撑起来 这个能源转型议题 卑和家人议题的正当性 就会更加的欠缺 那我想这样子 会不会就连载的影响到 这个公投案第十六案 就是因为 你那时候就想到了吗 没有我们就会有这样担忧 但是因为我毕竟 我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上 我也不能公开讲什么 所以我到现在已经 应该是到现在已经 将近一个半月嘛 我只能说尽量的保持沉默 但是看到当然 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心痛 是 阿贵 您后来也请辞嘛 那在请辞之前呢 您知不知道府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铁三角聚会 或者说他们之前就想放弃身 而观堂是用这样的一个换法 那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赖清德院长 就算你要执行你的方法 尤其手段 你要经过环平的这个制度 结果他们是唐鹅皇之 明目张胆用一个以上事下 就是要理应 就是赖清德院长是要让你过去的长官 理应员 他去游说那些环委 那环委用那个刘慧来抗议 后来是因为三个学者进去了 所以造成这个会可以开 那以至于有后续的这个结果 您对于这个程序不正义 甚至用行政律来干预环平的这个制度 你是不是应该是你心里面最沉痛的部分 我想那个就是我整体来讲 就是我辞职的那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在辞职声明里面已经 我就提得很清楚 我本来入阁最大的原因 除了空窩就是要把提升环平法公信力 那我怎么有 怎么还能够眼睁睁的看说 一个争议的个案 要我们去用 那个践踏环平制度的方式来让它通过 那我想这个 反正迟了迟 但是刚刚您提到的 其实那个辅院的这个坛 其实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也是其中一个 从四五月以来 我们就希望这个政治上 这绝对是一颗超级炸弹 要赶快拆引信 是 我想我们有几个比较年轻的 的那个执政团队的成员 跟外界的一些公民 其实都一直在辅院 在希望把提醒建议 做各种分析 要把这个超级炸弹的引信赶快拆掉 是 阿克你你这样不认为 上诉这些事情 当然不是全部民间党败选的原因 但是不是其中比较关键的之一之二 当然我想我对于这种选情的分析 我没有任何资源 我没有把握 但是我觉得 民间的声音的环团的 环团算是少数啦 对 我只能说这样子的 就我的同温层 我看到的这些年轻的关心社会议题的这些年轻的朋友 他们在这个议题其实普遍都对执政团队非常的失望 我讲的当然不是那些环团 有些环团我也很瞧不起 我也敢在这里公开讲 但是我有就说至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那这些人其实在这个议题 还有在这个摇摆不定的这个婚姻平权议题上 确实他们是大大的上 从那个四年前318以来 支持高度支持国民民进党的这些年轻的朋友 对这个从深澳三街到能源议题跟婚姻平权这两个议题 其实让大大的上 就是很失望伤了他们的心 那这些议题其实不管在选前提醒过 就选前已经跟好几个高层也有提醒过 就说要选举就要把这些 就说因为这两个因素让年轻人跑掉 其实最重要是就是要再把 如何再把这些年轻人的选票拉回来 可惜看起来是没有 因为上次真的选得太好了 你认为选前急刹车去做了这个动作 尤其是停深澳有止血住吗 没有因为他是用深澳换三街 所以那个至少没有停住的效果 而且刚才因为一定要用三街来换身澳 就表示这个执政团队对自己的能源转型的信心不够 信心不够的话 自己团队表现出来的信心都不够 外界怎么会有信心 我觉得这就会 当然会压垮第16案公投的原因之一 是的确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请当事人邀请的是律师詹顺贵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前环保署的副署长 阿贵 在你已经离开了 你说一个半月了吗 那可是呢 段一康他在选后检讨的时候 当然后来 主任太平爽炮轰他了 那他就说那我讲 对这个赖清德的话 我也对我自己讲 那这个我们不管 那但是段一康呢 他在立法院炮声融融 除了对上这个行政院长 这个赖清德 我说实在的 这个在演哪一出戏呢 我事后如果有时间 我再跟大家解析 不过呢 他在脸书上 他对你也颇有责难 那在他才刚发脸书上 他说 今年审行政院版本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党团 对老车和恶行乘机车条文 提出反对 恶毒也无意通过 引起轩然大破之后 负责法案的环保署副署长 一声不吭 然后因他他案偏然而去 博得美名 先是用错政务官 出包又没有要求究责 是我身为执政党立委的责任 阿贵 你看到这段谈话 你觉得呢 我想我还是对于 那个段委员昨天在立法院 这样子的拍桌 那一段慷慨诚词 我觉得非常的欣赏 那当然 但是这一段 我觉得可能就跟他原先说 应该是要检讨自己 的那个初衷可能就违背 就开始在检讨别人 那或许因为他长期也是一个新潮流的 应该是实质的台面上的这个 他算是棋手 我们都一般用棋手 也是掌门人 所以就在这议题里面 可能他因为长期还是关心这个政治议题优先 那我想 针对空屋的议题 我有 就是说 当6月24号26号空屋法三读通过之后 突然间 那个 从 总统的脸书 赖院长的脸书 立法院苏家全院长的脸书 都被灌报的 之后 我有没有 我是不是不坑一声 我想 其实是他不关心 他根本 就像他这里面提的 所有的委员 包括他在那里 是不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他不知道 我想我在这之前 不只来上过这个 我的节目 节目 我还上过很多 包含网路媒体的 我们还去中南部开说明会 甚至 那个 司机们来抗议 我都是站到第一线 直接跟他们面对面 有关这个环保署的 各个大大小小的 甚至细节 我都请林医院 或者是多次是由 副署长詹顺贵来 这个代打 然后我来询问的 据悉迷 所以这个部分 他可能不了解 对 所以其实我们有 很努力的在捍卫 那但是呢 他其实忽略了一个因素 空污法从草案的 研礼 研商工厅 到立法院一读二读 在这之前 为什么 都没有 这个反对声音都没有来 但是在三读通过 晚上九点都通过 到隔天凌晨 他们刚听到这三个人的 脸书都被灌爆 这显然还是有特定一个媒体 已经把这个议题 放好在那边等着操作的 那 放好也那么聪明 这件事情他看不到吗 那说我们都不坑一声 这当然是不公平 就是刚才 他可能只是比较关心 这些政治上面的议题 第二个他说 我因他案而辞职 博多美名 你觉得我想要这样子做吗 我做一个执政团队 我一直希望 我在我离开之前 我可以把环平 让他更有共性力 甚至把环平法修好 我要走是 离开 我是内心是非常的折磨 非常的痛苦 我是希望 就是说 真的是可以把我进来的 那个做好之后 那即便被外界骂 我也心甘情愿 至少我完成了 我进来的使命 但是 我不是要博多美名了 而是因为 他们现在要立拱 的新潮流共主 就是刚前面讲的 因为 申奥案的一意孤行 然后接下来要往 那个观塘换 用 那个 观塘三件换申奥 对 换申奥 然后我在主持 我没有办法 自己去见他环平制度 所以我不得 不离开 我的离开是 非常非常的痛心之下 我离开的 你从大会不愿意 讲的那个名字 新潮流共主 其实就是赖金德嘛 包括一意孤行的 怎么样 我帮听众朋友解读一下 或许阿贵本身 他不愿意讲出来 就是毕竟 以前是他的长官 而且当初他 这个被任用为 行政院长的时候 你那时候就 迟意圣奸 那后来是 蔡英文总统出来 韦柳宁 跟另外一位政务官 这都是过去 我们前情提到 阿贵其实在我们节目中 都有说明过 那阿贵 那他里面意思 言下之意就是说 空污法 那时候你也详详细细的 来接受访问嘛 他的意思是说 你没有为空污法 里面或空污的状况 辩护的意思 会给人家外界一个感觉 那我们就看到 民进党里面 重量级的县市首长 其中台中市长林佳龙 他在选前的时候 为了要厘清空污 对他的这个选战的影响 他邀请您去站台 我看那个电视上您现身了 第一个 您主要去是为什么 第二个台中空污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呢 你有没有为空污辩护呢 反空污辩护呢 当然我想 提到过 其实为空污的辩护 其实我上过非常多的节目媒体 就不用讲了 对 就说甚至面对面 我都有 那到选前 其实当然 我到后来在脸书 其实我有公开的 那个写说 其实我跟林佳龙 没有任何的实交 甚至我太太 刘芒婆子林 在台中市当环评委员的时候 还跟林佳龙市长 吵得不是非常的愉快 因为 我太太跟我一样 我们对环评 把关一定都比较紧 所以难免 会把一些开发案卡的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 就是论事 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应该给林佳龙一个公道 我在环保署 那两年四个半月期间 我们除了我们端出 不管是空污法的修法 还有端出了空污的政策 那这种空污政策 我当初帮林佳龙站长 我也公开的肯定说 过去马英九执政八年 六个行政院长 没有人为空污政策 开过记者会 反而就是蔡政府这两年多来 前后两个行政院长 林全院长跟耐青的院长 都有为这开过记者会 那这政策端出来之后 当然要地方政府来协助配合 那我这两年四个多月 我看很清楚可以看得到说 台中市对这个政策的执行 是最彻底的 而且最到位的 甚至有些政策 我们开始在讨论在规划当中 他都觉得可行 他们就已经 我们还没拍板的 他们从地方群就可以先做了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我可以就事论时候去给他站台 如果要批评林佳龙其他部分的面向 我可能就不会表示意见 但是因为这次的选举 空污议题变成一个很大 很关键的一个 那个争议上的那个题目 就决战点啦 因为卢秀苑一直打这个 而且他还有一个公投案 反空污的公投案在那边嘛 是 所以我觉得 至少我要从我这两年四个半月 我看到的 确实人家台中市 在这个议题做的最认真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公道 不应该在这个议题 把林佳龙打成这样子 那无能为力的部分在哪里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地方而已 像中央 我觉得中央租队有蛮多的 像那一次 选前的那次空污 其实我选前po了两次文 因为什么 因为我是台中人 我每次看到空污 怎么这么严重 包括影片 包括图片 我都会po 因为我的 这个大哥大嫂 我的侄子侄女 都还在那边生存嘛 那 表面上看 真的很严重啊 我也很担心以后 是不是能够解决 所以在那个当下的话 我也看到 应该是 整个西部都已经沦陷了 那你中央为什么没有应变 然后让整个 注目的焦点 跟好像看似 好像一个中火 一个台中市就污染了全台湾 那种感觉 所以您的看法来自中央 我觉得还是要 就说澄清 就说空气污染的问题 绝对不会只是燃煤电厂 它的成因 其实就包含了固定污染 电厂之外 也有很多的其他工业的烟囱 那还有更 还有 差不多比例是差不多的 小型的烟囱 也就是排气管 就是来自于 这一些汽机车 那这个我想 可能 每次我们这样讲 也有 包含了中南部 有些环团 也都不认同 他们还是觉得说 要打就是要打 比较看得见的空 的那个大根烟囱 当然这样子可以博取美名 但是这样子是不是解决 有那个问题 真的真的把 不信 我们就说 现在卢秀恩 卢秀恩已经选上了台中市长 韩国瑜也选上了 那个高雄市长 那请他们在就任之后 第二天 一个就下令把台中 火力火炭 十步机全部关掉 一个就下令把新达电厂的 那个燃煤机组 全部关掉 我们再来看看说 这个冬天 台中跟高雄 它的空气会不会 就永远都 就是说 这个冬天就好了 是不是这个冬季 都会很好 不会有空污的情况发生 就实验来看 实验看看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应该用科学验证的问题 而不是用这种 述租这种情绪 述租 就是说 把它弄得好像 就是说 要化某一个东西 好像空污就变好 你的意思说 不是卢秀恩单纯讲 就是说 许可不延续的这个问题 你刚刚讲的意思 干脆关掉的话 看看如何 对就来实验 这个冬天 现在是可能用电的离风 如果他觉得 所有的空气网的来源 都是中火 但是不要同时 我们就请卢秀恩 跟韩国瑜 两个市长协调一下 先哪一天 在用电比较 那个没有那么的 紧迫的时候 请卢秀恩先 下令把台中市 那个中火石部基础 都先让他停掉 而且排除境外因素 对就是说 但是气候条件 适合的时候 我们去看 知道环保署预警说 接下来可能会有 空污的情况发生 像这两天 预警说 南部高 空气不良 可能会开始影响 类似这样子的时候 就请他 中火全部 让他停了 来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 他就是原因之一 那下一次再换高雄 我就可以时间看看 那高雄相对来讲的话 比台中严重 只是大家习以为常了 而且我那天 看那个排名 台中不是第一个 排名在第一的 污染严重的 当然是高雄 他大概第四个 第五个 而且台南也有 就是比较南部的 所以 好 我们针对相关的这个问题 尤其今天吴英宁请辞 他也来自社育 我们张顺贵 张副署长 张前副署长 也是来自环保 社育 然后还有就是说 相关的这个法律层次的 法律界 那我们等一下 借花献否一下 就借阿贵 你来谈谈你们的心境好了 我们休想忙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看到这个新闻媒体 一直关注 就吴英宁的去留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是 大概已经是定案的 那尤其是由农委会主委 来发布 来逼人 所以吴英宁又是另外一个 被请辞的对象 阿贵 我刚刚请教你就说 同样来自社育 那 好像这个 败选以后 你是先走了 你先走了一步 好像就是 当然我们过去讨论吴英宁很多 他有他不足之处 那也成为选战的一个 讨论的核心 但是这也太现实了吧 选后就立刻请走 那你为什么选前 蔡英文总统要积极的捍卫 这不是奇怪吗 对英宁的那个事情 我没有那么的熟悉 但是我也只能说 在这个地方 就呼吁英宁 以及这样子被请辞 那还是你自己可以留下一个 漂亮的身影 要不要今天晚上就赶快 好像那个董事会说是29号 那要不要在29号之前就自己先辞一辞 但我呼吁了 就是说大家回到民间 我们再一起为 我们自己心中认可的进步价值 再继续来努力 不需要再留在那个地方 既然人家也已经想要把责任推到你身上去了 其实在那边硬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为什么叫他英宁 你们之间很熟吗 过去走过社里 是其实我们当初就是说在社会运动里面 从以前的反那个农村再生条例 一直到那个农镇这样子的那个组成 其实我们就是一路以来 关心了这个农业农村农地的议题 好 那感受问题会很强烈吗 因为你自己过来人 说实在阿贵你满身伤痕了 到现在为止 蓝英继续骂你吗 绿营觉得像那个断银康们 他们一定会骂你吗 其实你是以一个过来人身份 劝你口中的英宁 做出果断决定 是啊 以其在那边继续被这样子糟蹋 那我想你赶快的提前一步离开 或许他们还可以再推卸责任的理由 就会少一些了 那但是呢 我觉得 执政党当然就自己要想清楚 现在在检讨败选的时候 如果都只是找周边的人下手 尤其 我想我就公开点名一次好了 林卓水 其实你表面上推出政坛 你还是新潮流的那个论述的大师 还是大佬啊 那你一天到晚写文章 让人家怎么看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就是要切割小英或者把小英拉下来 让他只选一任 或许你们认为说民进党当初败的一态糊涂的时候 是小英来把他带上重新带上来 所以还给他当一届总统 最后已经还他人情了 他毕竟还不是传统民进党典型的人物 但是呢 你当他写了很多什么要切割色运或者什么色运的时候 其实那摆明就是在招他人嘛 但是你们有真的做得比较好 你们真的就是了解这个社会的现象 我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吗 那我觉得所以我才会说 既然是这样子 就民进党要真的是要跟公民团体选择要对撞 要切割 那我觉得就该离开就赶快 我们就离开吧 不要让人家一刀一刀这样子往下砍 阿贵你言辞之中是对新的新草流戏 是过去有一些感受的 是不是您刚点到林卓水 现在又有个段银康 然后主政者又是赖清德 是不是对新戏确实是有一些看法 我自己不是民进党党员 我对这个派系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当然在体制之内 当然一定会看到一些事情 或者看到一些位置怎么样子被摆上去的 那是后面的了解 就慢慢的也有人讲 那个是因为是什么某某派系 因为那是谁谁谁推荐的 那看起来其实位置要的最凶的 确实就是这个最大的派系 您刚刚那句重话 就是说林卓水他撰文 以新草流戏大佬 那他的心意 他的心思昭然若揭 就是他想逼宫蔡英文总统 把他干一论拉下去 意思是不是要推赖清德上去 他这个是一个权谋 我想这部分我不适合来预测 但大家可以睁大眼睛来看 好的 那最后 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就终结了 就是说 你当初的选择 你自己想你会不会后悔 你会觉得是你们错 还是他们用你们用错了 还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定论 我觉得这个没有说一定是谁对谁错 但是我觉得 不会不会 因为我觉得公民运动 如果都只是在外面开记者会 有那个游行抗议 他可以改改变这个社会 或者改把自己当作 那个诉求的理想想要改变的 那个速度会非常非常的缓慢 如果今天一个执政团队 他确实要 就是说 愿意跟公民社会做好好的对话 也愿意让那个 比较长期才与公民运动的人 进到体制内 那当然进到体制内 当然也不是说那种 真的是180度的那种大刀破的改变 但还是要建进式 但是如果公民团体的人 可以进去参与这个建进式 建进式的这个改革改变的话 我想他这个速度呢 还是会比在体制外 尤其那还先做抗议 会有效率的多 而且可以确保那个方向更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鼓励 那当然在鼓励的同时 我当然也是要呼吁说 那公民团体未来也不要因为 我会无疑你例子都不敢进去 但是要进去的同时 但你要第一个 当然要先评估 对方是不是 那个振兴诚意 第二个 那个耐性 那第三个当然要提醒自己 就是说刚刚提到的 一进去既然是有公权力的时候 你也不能为所欲为 真的还是要多听 比较稳健的慢慢的改 才能到达自己的目标 就是一定要是绕远路 绝对没有所谓的那个 高速公路直接开 对撞过去 撵过去就会到达自己的目标 我觉得这就是说要互相折衷 好 不管怎么说 总之从詹顺域到吴云宁 身上都有很多弹口 我们休息一下今天广告吗 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阿贵我们时间很短了 那我首先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如果赖清德他真的说 2025非核家园的期限 可以拿掉的话 那台大的教授王明俊 他说那相关部会怎么做呢 我想王明俊只是一个医生 那当然最近也写很多核能议题 那个能源的议题 我想他可能是这方面也花了一些 有一些用心 但是我觉得他对于法律的研究 应该不够透彻了 那个公投案第16案所产生的法律效果 就仅仅是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 要失效 废除而已 那这个当然是电业法是今年1月 一常中今年1月才三读通过 那其实当然是在执政团队这边通过 那现在要求要废止 确实如赖院长所讲的 有点就是说被倒革的感觉 但是他的效果就仅仅是这个样子而已 那我们环境基本法23条 还是有非核家园 那这个有非核家园 虽然他们里面没有订政策 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上 也有可能2024就可以达到 或者2026 或者一样可以2025 我想公投案第16案 没有那么大的效率说 2025不可以落实非核家园 他的效率就仅仅止于 把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 让他失效而已 那为什么赖心得可以讲这个话呢 这个我没有办法替他理解 那不会首长 那不会以后更难做 无所适从 现在沦为这样一个状况 我想他们第一时间 对这种法律的效果 应该也还没有厘清 我想这份可以找多一点 熟悉公投法的法律团队 法务部或者中旋会的人 好好再去了解 但是因为我之前曾经帮高 成岩或者吕秀莲副总统 他们在马政府时代 去打这种公投法的官司 对我对公投法这些法令 至少有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 是阿贵我们做了一点时间 我们还是回归到 我们最前面的那个初衷 就是说这次不只是 能源政策大转弯 我们刚刚也谈论了很多 那一个选后 其实事实上在您刚所谓的同温层 就是因为公投过了以后 很多人对于政府 像小段自己也应该负责任 对不对 选前有没有积极为了 挺同反同这个议题 勇于面对吗 还是因为办公室电话打爆 你们就归缩了 我觉得现在不管他本身 是不是所谓的同志 我想支持婚姻平权的 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那虽然说现在看起来 表面上可能只有三百多 或者只有三成 那我也希望民进党 其实应该好好的去抚慰这些 其实当初都是支持民进党 这些年轻人 那怎么样有系统的在几年内呢 我们跟这些老一辈的 可能占了差不多六成五七成的人 好好去沟通对话 因为年轻人都是他们的子女 那怎么样对话 去取得他们的尊重 因为这就是很单纯的人权尊重 各自选择 我到底要跟同性在一起 还是跟异性在一起 他不会去影响其他人的权利 我觉得反同的论述 其实有点太夸张 我们只要看过去会发生什么 性骚扰 性侵害或者那种乱伦的 这里面的那个异性念 是不是远远比同性念多很多 李中瑞的案子 李中瑞这是一个 然后很多 我说这刚刚很多乱伦的案子 那所以小学 就是说这种性贫教育 当然是要越早越好啊 你不会因为不做性贫教育 这一些社狼就不会去 性侵或者性骚扰这些孩童 不管他是男的 是女的 那所以为什么会 缓同会阻止那个性贫教育 赶快进入小学 我就是百事不得其解 那这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的一个执政党 完全做一点辩护能力都没有 那当然我现在不是一个执政党团队 这是你个人意见了 是 对 阿贵我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大概30秒 如果张顺贵们或吴英宁们 要为败选负责 那你认为真正的主持者 赖心的院长他该负什么责任 我想我不去检讨他该负什么责任 但是如果认为是我们要负责 那我只能说民进党上次政权的速度会更加 会更快 好 今天非常感谢前环保署副署长张顺贵 利亭我们节目 他以后会作为一个平民百姓 回归到他环团环境保护 以及律师界这样的一个战斗位置 今天非常感谢阿贵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访问普庸马事故的当事人家属 马上回来